来看到杨承宁日前到了大陆商演 意外遇到一个大约19岁的恐怖女粉丝 对方一上台一手就扣住了她的头 用力抱住了她 结果强吻脖子 工作人员刚好是在后台没有看到 结果偷袭杨承宁的时间长达有两分钟 粉丝才被保全带下台 不过杨承宁故作镇定 继续的把歌给唱完 不过过去曾经被疯狂粉丝捏手啦 摸腿啦还被抓了头发 这次被强暴洗吻是头一招 那么杨承宁说 亲脖子跟亲嘴巴是一样的 都是很亲密的位置 那么这是肌肤之亲 她不太能够接受 那么她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吓得是花容失色了